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礼拜我们的进度是约尔书 我们刚刚可以来认识五旬节圣灵浇灌 神的这个应许以及这个应许的实现 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创世纪的最终回 第七集 约瑟的戏梦人生 很多人喜欢约瑟 因为约瑟的这一生真的是像一出戏剧一样 约瑟的这一生也像一场梦一样 人生如戏 人生如梦 他的故事太过曲折 他的故事白转前折 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生命 投射在约瑟的故事里面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有从上帝 所告诉我们的约瑟的故事里面 看到上帝的医治呢 是否从里面认识到上帝的救赎 以至于我们不是只是把自己的情绪跟情感 投射 发泄在约瑟的故事里面 因此我们今天要再次来思想约瑟他的故事 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创世纪第37章的第一节 一直来到第四节 我们先来读这四节 预备 来 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雅各的季略如下 约瑟十七岁 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个童子 与他父亲的妾 辟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 报给他们的父亲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的哥哥们 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 就恨约瑟 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好 我们先读到这里 先读到第四节 我们来看这个约瑟的故事一开始 这些孩子们其实都还相当年轻 约瑟现在几岁 十七岁 他的大哥刘变 很可能只当他七岁而已 二十四岁 我们可以开始想象这个家庭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 不是我们可以决定 可以生在什么家庭 什么环境 甚至什么样的时代里面 约瑟他出生 他的家就长成那个样子 我们读过雅各的夫妻世界就知道 有够乱的 雅各有四个太太 然后这个家里面每天就是怎么样 你死我逗 然后这个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所以雅各的这些儿子们 从小其实活在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环境里面 怎么说呢 你看一下这边 约瑟他十七岁 他跟这个其他的兄弟 就他父亲的妾 毕拉跟西帕的儿子聚在一起 代表 丽雅所生的儿子 是不跟约瑟往来的 约瑟是这个拉杰所生的儿子 而那个有六个儿子 是丽雅所生的儿子 然后另外四个分别是 丽雅跟拉杰的妾所生的儿子 那我们看见这个家呢 彼此从小就有很多的纷争 也有很多的仇恨在里面 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怎么样 非常棒非常美 就如同你我的名字 都很棒很美 但里面却有怎么样 不为人知的故事在里面 我们再来想一下 这一些青少年 他们不是一般的青少年 他们是一群超出你想象的 屁孩八加九 这时候约瑟十七岁 他的大哥流变了不起二十四岁 不要忘记几年前 这一帮兄弟们 曾经干过一件事情 震惊了整个迦南人的世界 就是事件成杀人世界 这一些青少年 那时候可能流变 他们都未满二十岁 就是一群国高中生 他们的妹妹被事件成的 这个市长的儿子强暴 他们都是青少年 当然打不过事件成这些男子 所以他们用诡计 让这些事件成的男子 去行割礼 好来跟他们家族通婚 就在这些事件成的男子 行了割礼 身体疼痛 不能走路的时候 这些青少年就杀进去事件成 杀光了里面所有的男人 你说这些人 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 所以雅各非常的吃惊 你们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 而迦南城的那些 迦南地的那一些其他城的人 也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奇耻大怒 竟然就被一群屁孩八家九 把我们的一个大城 事件成把它灭掉了 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 这一群小孩子 这一群青少年 怎么有办法做出 这么可怕的事情来 这个家从小就不正常 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家里面 约瑟就是生长在 一个这样的家里面 约瑟他不能决定 他要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 因为这是一个被给予的条件 但是约瑟他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学习 我们不能决定 我们所生存的环境跟条件 所以代表我们能够做的 抉择的筹码很有限 所以我们所做的选择的机会 这么有限的话 我们更要做出正确的怎么样 选择 因为我们能够做选择的机会不多 所以我们做出的选择 做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来依靠神 一定要做出一个 关键性的正确的决定 因为那会影响你的一生 甚至会影响你的家庭 家族 教会 你的企业 你的职场 你的学校 甚至国家社会一生 阿们 我们来看这个约瑟的故事 约瑟有很多事情 在17岁的时候都是需要学习的 他们的家环境这么凶险 其实我觉得独创世纪 让我们重新认识里面的人物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 他有这么多的B计划 竟然还被称为信心之父 神每次都把他拉回来 带回到神自己的A计划 我们看到那个 整个这些亚伯拉罕家族里面 我觉得最高深莫测 最难被理解的就是以撒 他可以把一个反抗神的旨意的 那个念头藏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几十年 他就是从他的孩子一出生 他就决定他要违背神的旨意 他就是要把长子的继承权 给老大而不要给老二 我们印象中 他不是一个很顺服的孩子吗 他怎么会这么像民一般的人物 我们以前读这个雅各 都觉得这个是个骗子 对不对 我们后来发现读雅各 他最一开始骗人之后 他都是在被骗 有没有 好像雅各真的很苦 很可怜 以前我们觉得雅各是个坏蛋 是个狡猾的狐狸 后来发现雅各几乎人人都在骗他 人人都在吃他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读这个约瑟 我相信很多人对约瑟的形象 都是非常好的 约瑟有很多的优点 但是我们看见17岁的约瑟 他被放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学习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边讲到说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 报给他们的父亲 约瑟还没有智慧和能力 在这个家里面做和睦之子 他反而是因为他的存在 让这个家里面的纷争 更加的怎么样 剧烈 恶行的这个行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里面 他常常是跟谣言放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常常是把哥哥们的恶行 更加的加油添处 告诉他的爸爸 所以那些哥哥们怎么样 更恨他你知道吗 然后呢 爸爸偏心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经文后面告诉我们说 你们看过男人缝衣服的 现代当这个休闲兴趣就算了 古代男人缝衣服很少见了 除非怎么样 太太过世 爸爸为所疼爱的儿子缝衣服 雅各亲自为他的儿子约瑟缝了一件怎么样 彩衣 什么叫彩衣 其实原文就是一件长袍 颜色很鲜艳的长袍 但是尊贵的人 甚至是王子的身份在穿的 代表怎么样 雅各很早就决定 要把长子继承权给谁 给排行第十一的约瑟 你说哥哥们气不气 一定气的 我觉得这爸爸还没有智慧 你们去打靶过 射箭打靶 打靶正中央的原心是什么 射的 红色的 他的爸爸这样做 简直就是让约瑟成为什么 剑靶 靶心 所以你说约瑟日子会好过吗 绝对不会好过的 其实约瑟就是被放在一个一个这样 他不能够决定的环境里面 但是他又没有能力跟智慧来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他常常会做出作物的判断 让环境越来越恶劣 好 我们看见后来他哥哥越来越生气 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两个梦 这两个梦怎么样 他哥哥气得要死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 一直到第十一节 一起来读 预备 来 约瑟做了一梦 告诉他哥哥们 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 请听我所做的梦 我们在田里捆和架 我的捆起来站着 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 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要敢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 越发恨他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 也告诉他的哥哥们 看啊 我又做了一梦 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 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 他父亲就责备他说 你做的这是什么梦 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 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 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好我们刚刚看见 约瑟还年轻 还不太会处理 在这个恶劣的人际关系中 怎么跟他的兄弟们相处 第二个我们看见约瑟也还年轻 他没有办法处理神给他的旗事 他没有办法妥善来处理神给他的异象跟异谋 以至于他把事情越搞越糟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 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 这句话的希伯来文 其实也可以读作 约瑟牧羊他的哥哥们 一语双关 所以哥哥们其实对约瑟本来就 就是觉得很有威胁感 到后来 这个爸爸不是派约瑟 去看哥哥们牧羊的状况有没有 那很可能也是以一个管理者的 一个身份自居去 所以很雇人怨 很讨人怨你知道吗 好了结果他又做了这个异梦 然后就迫不及待怎么样 要告诉他的哥哥 让他们哥哥们屈服 第一个讲到怎么样 我们在收割 大家都收割完捆和捆对不对 我的和捆会呜站起来 然后你们的和捆怎么样 呜倒下去怎么样 敬拜我 哥哥一听怎么样 就听得懂 这根本不用解梦的恩赐 就可以解得懂 哥哥们非常的生气 就说 你果真要坐网管辖我们吗 就代表说怎么样 我们早就知道 你有想要坐网管辖我们的念头 代表这样一个张力早就存在 过一阵子怎么样 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怎么样 星星月亮太阳 这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少女团体 有效的人都是年份都透露了 这个太阳月亮跟十一颗星星向他下拜 指的是谁 爸爸妈妈跟谁 十一个兄弟们都要向他下拜 你说哥哥们天天会不会生气 特别是丽雅的六个儿子一定更生气 妈妈向你下拜 拉姐已经死了 拉姐没有机会向你下拜 难道是我们的妈妈丽雅也要向你下拜 这个仇恨是不共戴天 你懂意思吗 但是后来这个梦我们应验 有 我们后来看见这个雅各的儿子们两次到埃及 去向约瑟买粮食的时候都怎么样 向他下拜 很多时候没有错 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意象 意梦 启示 感动 是真的 只是我们当下怎么样 水上无毛 办事不老 我们当下生命还不成熟 我们生命还有很多需要被磨练的地方 不代表说神给我们的不会实现 而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处理他 还没有能力去实现他 我们也透过约瑟他后来 爸爸派他去看哥哥们牧养状况 他从家里是南部的西伯伦 走到中部的那个世界那一代的时候 他就迷路了 代表约瑟其实在这个管理牧养事情上 他还有的学 你懂意思吗 他就找不到路了 所以后来别人刚才讲说 你哥哥已经不在这里 往更北的多滩去了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来思想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被给予的环境跟条件 我们刚刚谈过 你没有办法决定 你要生在什么家庭 你没有办法决定 你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你也没有办法决定 你所生存的环境 是一个什么环境 甚至是哪样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却可以在 这么少的可怜的机会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做正确的决定 做正确的判断 我们刚刚看见约瑟 很多事情还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决定 跟正确的判断 他只会让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更加的辛苦 他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做正确的判断呢 就是他后来被卖到埃及去当奴隶 然后当奴隶的时候 这个女主人就看上他 对不对 约瑟那时候是一个小鲜肉 17岁被卖 然后就被卖到埃及 小鲜肉 我们如果读《每日眼睛十一》就知道原文是怎么样 约瑟身材很好 容貌俊美 就是小鲜肉 不是花美男而已 姐妹们怎么笑得这么璀璨 奇怪 他是身材很好 然后容貌俊美 女主人怎么样 终于找到机会 四下无人的时候 就抓住约瑟 然后抓住他的衣裳 要强行把他脱衣服 约瑟说什么 约瑟说 我不能得罪你的先生 我更不能得罪谁 神而犯这个大罪 所以弟兄们要注意 弟兄们 衣服不可以随便被人家脱 衣服随便被人家脱 要么就是被卖到埃及当奴隶 要么就是下到监牢里面 特别是被女人脱 这更危险 弟兄们 警醒祷告 约瑟他开始需要去学习 他生命里面要做的抉择 他可以选择配合他的女主人 但他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个正确决定 可能对别人来讲 是非常不正确的决定 但他却决定 要把他仅有的筹码 就是我总有做决定的自由 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很困难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环境很多艰难 但是有一个自由 是没有别人可以剥夺的 就是你有做决定的自由 跟我讲的是 我有做决定的自由 真的有吗 有 可是我做这个决定 可能我会被女主人诬陷 你看他做这个决定 就被女主人诬陷 然后被他的主人 听信了女主人的谎言 然后就把他丢到这个监牢 还不是一般的监牢 是专门关国王犯人的监牢 这个就是进了去出不来 弟兄姐妹 我们有为自己做决定的自由 即便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 对别人来讲是非常不好的决定 非常愚昧的决定 但是我们选择信了过神 我们选择不得罪神的这个决定 会改变你我的一生 不要再说自己没有自由 神已经释放我们了 使我们有做决定的自由 阿们 我们看见当只要约瑟他做正确的决定 神就继续与他同在 管他是在波提法护卫长的家里面 还是被丢到监狱里面去 神头怎么样 与他同在 因此弟兄姐妹 你不能改变你已经被给予的环境 但你却可以用你自认为少的 非常小的一个资源 但是都不能剥夺 你可以做出一个对你人生 对得起神 对得起人的正确决定 这将改变你的一生 阿们 感谢神 盼望我们不被环境所打倒 盼望我们不被我们人生被设定的 这些剧本所限制 因为人生真正让我们做梦的是上帝 人生真正编导我们的戏剧的 也是上帝 其他人都是配角 其他人都是布景 其他人都是道具而已 你自己是演戏的 你不需要被一只布景的恐龙吓一跳 你也不需要被一只道具的狮子吓一跳 你真的要继续敬畏的是耶和华上帝 因为唯有他能够决定 你人生最后这一出戏会写成什么样子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他 自从他帮久正跟善长解了梦 又帮法老解了梦之后 他蹲了 做了13年的奴隶跟囚犯之后 13年 而且不断的被人家背叛 被女主人背叛 对不对 被久正背叛 忘恩负义 但是神始终与他同在 因此他的机会到了 他经过13年之后 他被放出来了 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这些故事细节 我们自己去看每日影经事役 重点来了 我们想来谈第二个问题 我们生命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饶恕的问题 我们刚刚第一个谈到苦难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需要谈到饶恕的问题 他后来成为宰相之后 生了几个儿子 最少两个 老大叫什么 马拿西 意思是什么 神使我忘记 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以法连 有兴趣的人自己可以翻 在这个第41章 41章的51节 52节 弟兄姐妹 马拿西的意思是怎么样 神使我怎么样 忘记 或是神叫我忘记 各位 忘记跟饶恕有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神要他忘记 就是先把他放下 不要再去想 约瑟怎么说呢 他要忘记什么 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忘了我父的全家 代表说忘了怎么样 17岁以前的所有事情 忘了我的困苦 代表忘了我17岁到30岁所有的事情 这时候约瑟30岁 上帝要忘记过去所有的东西 然后从现在开始 重新开始 忘记跟饶恕 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梦 我第一次梦到我杀人 然后从梦中惊醒的时候 我坐在床上的时候 我心中的那种惧怕 那一种发抖 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在梦中 我不是误杀一个人 我在梦中 我真的杀了一个人 而且是有过程的 我醒来之后 我惊醒之后 我才认识到 我才惊觉到 原来我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我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忘记 忘 不容易 没有真正的饶恕 其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忘记 阿们 所以我们第二个段路要来处理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约瑟 终于能够饶恕 他的哥哥们 对他所做的事情 那其实 我们有没有办法 强迫一个人饶恕 没有办法 神可以强迫一个人饶恕吗 我们只能说 神他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神强迫一个人饶恕 那个人也不会真正的饶恕 神鼓励 约瑟先怎么样 忘记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第二个神给约瑟礼物 生了第二个儿子 叫什么名字 以法连 是什么意思 他说怎么样 神使我昌盛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所以你会以为 以法连是昌盛的意思 对不对 其实不是的 以法连的意思不是昌盛 以法连的意思就是 有没有听过生养众多 就是生养 有没有听过多结果字 就是结果字 就代表生养 生产结果字 然后以法连就是生产 这个字的名词 加上双数的字尾 或是结果字 这个字的名词 加上双数字尾 代表怎么样 我在受苦之地 我生了第二个儿子 我在受苦之地 我第二次结识累累 我竟然能够在受苦之地 能够第二次的有生产 有收成 弟兄姐妹 神要帮助我们 从忘记走向 饶恕的道路上 祂会鼓励我们的 一个人如果 一直在受苦 痛苦里面 他不可能忘记的 他也不可能会饶恕的 其实我们 我们总是觉得说 神啊 你逼我饶恕 没有神 没有逼我们饶恕 神只是想 我叫我们先放下 先忘记 然后从忘记 迈向饶恕的过程当中 神会让我们 先经历到 祂的祝福 因为一个 没有盼望的人 祂不会饶恕 一个生命里面 不再愿意 有任何的 期待的人 祂是不会饶恕的 祂绝望都来不及 祂恨都来不及 但是当祂经历到 我竟然能够 在苦难之地 我还能够 多结果子 而且还结出 两堆果子来 结实累累 祂开始对 祂的生命的 盼望 有了期待 祂也期待 祂的人生 可以不要继续 活在苦毒跟恨里面 祂希望祂人生 可以慢慢地往前走 因此我要奉主耶稣 祝福我们 每位弟兄姐妹 其实有时候 你逼你自己 或逼别人 饶恕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连上帝 都不做这样的事情 神只是叫我们 务实一点 我讲白一点 神要我们 对自己好一点 神要我们 对善待自己一点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先把他放下 先忘记他 然后继续往前走的道路上 神会让我们经历 以法连的恩典 神会让我们去经历到 连我这样在苦难之地的人 竟然还能够再生一个 再生一个 再生一个 49章的时候 雅各祝福12个儿子 他怎么祝福约瑟的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在全旁结果的枝子 他的原文是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儿子 是在水泉旁边 结果子的儿子 经文这边告诉我们说 41章说 他是在苦难之地结果子 但是后来 雅各为他祝福的时候 他却说 儿子你并不是在苦难之地结果子 你是在泉水旁结果子的 弟兄姐妹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环境 好像是在苦难 这边苦难的土地上结果子 但其实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这样 在一个有属灵人的眼光中 看你也不是这样 因为是神让你扎根在泉水旁 你看起来是旷野无路之处 但是神与你同在 你其实是在泉水旁 生命能够来结果子 这是上帝给约瑟的一个鼓励 跟恩典 好了 一步一步的 到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约瑟终于能够从忘记到被神鼓励 而最后终于能够决定打开他的心 重新来原谅 饶恕赦免 这些伤害他的哥哥们 我们来读下第45章 我们读下第45章的第一节 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 预备来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 吩咐一声说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 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 他就放声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弟兄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忧自恨 这是神猜我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 还在五年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猜我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鱼种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45章告诉我们 约瑟终于在弟兄们面前承认 说我就是约瑟 前面几章就是约瑟一直在 你可以讲约瑟在戏弄 他的哥哥们也好 有点报仇 他们的哥哥们也好 或是测试 他们的哥哥们也好 或是趁此来 想办法要把他的弟弟 汴亚敏 从迦南地 捞到埃及地也好 不管你对约瑟评价是什么 我们待会第三部分会谈到 约瑟怎么样评价自己 我们先来看这第二个部分 约瑟他不仅是很会做梦 他还很会演戏 真的是很厉害 他让他这些哥哥们 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怎么样 一会约瑟叫他们哭 他们就哭 一会约瑟叫他们笑 他们就哈哈笑 然后叫他们哭 他们又一直哭 叫他们笑 他们就哈哈笑 然后弄得约瑟自己也一直哭 约瑟实在是一个 很会做梦 也很会演戏 也很会写剧本的人 我们来探讨一下 如何从忘记到被神鼓励 而最后能够饶恕 弟兄姐妹 其实我觉得在创世纪的 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常常想的 这么多角色里面 雅各有12个儿子 对不对 我们每次看约瑟的这个故事 我们怎么看自己都自己是谁 约瑟 你怎么从而没有看过 你是刘辩呢 你怎么从而没有看过 你是西缅呢 你怎么从而没有看过 你是犹大呢 很奇怪 我在说我们都是投射 你知道吗 我们怎么看 约瑟就是我 但是在别人的眼中 你可能是什么 犹大 你可能是什么 流变 你可能是西缅 这个是怎么样 我们到底该怎么看 我们对自己的评价 这个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第二段的经文 就是从忘记走向饶恕里面 经文的关键主角 不是约瑟本人 他内心有什么变化 而是约瑟看见了 另外一个人的变化 他看见了上帝 改变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以至于约瑟 他相信神真的能够改变每一个人 以至于他也相信神可以改变他 甚至他惊觉 他突然发现神已经改变他了 他已经能够释怀了 他已经能够原谅他的哥哥们 他看见了谁的改变 犹大的改变 他看见这个当初就是谁出的主意 要把他卖到埃及 是谁 犹大 那时候约瑟穿着彩衣 来找他的哥哥们的时候 从中央山地这样下坡 走下多滩平原的时候 哥哥们在多滩平原 看着从山坡下来的约瑟就说 那个做梦的来了 我们杀了他吧 看他的梦以后怎样可以实现 结果他们一来之后怎么样 就先把约瑟的彩衣扒掉了 把他丢到那个坑里面去 要杀他 大哥流便就说怎么样 不要杀他 就把他丢到这边 我们自己回家 给他点教训就好了 然后大哥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这时候怎么样 过了一阵子四哥 你不要忘记了 其实犹大了不起 大约瑟三四岁而已 这是一群青少年而已 约瑟这时候十七岁 犹大可能二十岁而已 你看这一群青少年 他能够想出什么 稀奇古怪的方式害别人 犹大就说 我们就把他卖掉好了 可能犹大也不想杀他 但是犹大就想出一个 比刘变想更堵 就是把他卖去当奴隶 让他永远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还可以分钱 当初始作勇者 要把他卖到埃及 就是谁 就是这个犹大 约瑟亲眼看见了 犹大生命的改变 连这个他最痛恨的 如果说卖他到埃及里面 他最该痛恨的是谁 犹大 他看见这个犹大真的变了 到底是上帝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让这个四哥犹大变成这样子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 这个时候的犹大 他经过三十八章 他的媳妇 塔玛的事件 犹大承认 我不是一个义人 我是一个恶人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恶人 我非常不义 我不义到什么地步 我比妓女还不义 犹大在众人面前坦诚 他比妓女还不义 他生命里面第一次去面对 他是一个罪人的事实 他公开承认他是一个罪人 并且他公开的来表达 他愿意改正他的行为 他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碰他 我们看见 这个第二次到埃及去买粮食的 这个行动里面 爸爸已经对大哥刘编不信任了 爸爸决定把这一次 第二次去埃及买粮食的 这个领队交给谁 老二老三他也不信任 因为老二老三在事件 杀人事件里面 已经失去爸爸的信任了 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犹大这个时候已经是稳坐 长子的这个继承权 也稳坐这个君王的这个职份 因为对雅各来讲 约瑟已经死了 老大不行 老二不行 老三不行 老四他是稳坐宝座 你懂意思吗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 你犯得着去问一个 变雅敏担保吗 故事让我们看见最后怎么样 真的 约瑟用计谋 让哥哥们逼着爸爸 把变雅敏交出来 然后把他带到埃及 然后再用计谋 让这个变雅敏必须被扣留在埃及当奴隶 甚至哥哥们那时候说 谁偷了宰相的银杯 从谁的口袋里面收出来 那个人就当死 而我们其他所有的兄弟也做你的奴隶 结果从谁的口袋里面收出 宰相的银杯 变雅敏了 以至于后来怎么样 这个犹大他们被带到约瑟面前的时候 犹大他就 他说我们没话讲 今天其实并不是你从我们里面收出银杯 定我们为有罪 今天乃是耶和华收出我们的罪恶来了 我们是罪有应得 然后他就跟约瑟讲一件事情 让约瑟感动 他说但是我可不可以求求你 我们真的自从犯了罪之后 良心很亏欠 我们知道今天是神审判我们 我们也都觉得很后悔 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一错再错 我答应过我的爸爸 我一定会把变雅敏玩好没有损伤的 带回去给爸爸 不然爸爸会死 爸爸不能再失去变雅敏 约瑟其实要考验他的哥哥们 是否像当初一样这么无情的 任凭自己的弟弟 被带去埃及做奴隶 而今天由这个当初卖 约瑟到埃及的始作俑者犹大 而他已经稳坐了 这个家族的整个的一个长子 跟君王的继承权的一个犹大 竟然愿意牺牲一切 他既得的这些利益 然后甚至不惜说 如果我没有把变雅敏带回来 我就在爸爸你面前永远担罪 什么意思 我就宁可受你的咒诅 我已经要领受所有的祝福了 但是我今天为了爱我爸爸的缘故 为了爱我这个变雅敏弟弟缘故 不要忘记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 我为了要救我全家的缘故 救我这些弟兄们 不要被扣留在埃及做奴隶的缘故 我愿意牺牲我自己一切的所有 并且不惜成为被咒诅的对象 甚至替他死 我也愿意 这就是后来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不是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圣灵怎么样改变约瑟 让他一天一天被医治 有一天他终于都被医好了 然后他就决定原谅他的哥哥们 不是 是因为约瑟他忽然从另外一个人身上看见 原来神竟然可以完全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以至于约瑟他也相信说 那我的生命也可以被完全改变 甚至发现七十三亿已经改变我的生命 弟兄姐妹 这边的一个经文要让我们学习是什么 我们很难原谅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除非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承担所有罪人的罪恶 承担每个人的过犯 约瑟看见了犹大愿意承担别人的过犯 他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以至于约瑟他自己也能够愿意饶恕 很多时候我在讲一次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修炼到什么地步 能愿意饶恕别人 那个是永远办不到的 我们的生命是在于我们发现 原来人的生命 别人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 甚至是那个我生命中最恨的 最痛恨的 伤我最深的人 他竟然改变 以至于那还有谁 不会被改变 弟兄姐妹 因此你要勇敢做见证 就是这样子 特别是看起来 特别道貌爱然 弟兄 民宽什么之类的 常勇敢做见证 你以前是什么样的罪人 当然哥 你也常做见证 以前是什么样的罪人 后来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改变 第一次看到马姐 主日笑这么开心 就是今天 真的 连我们这样的人 神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些看起来比我们好的人 他们一定也可以被神改变 阿们 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使约瑟能够饶恕 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代赎的恩典 看见了神改变人生命的大能 今天我们要去思想 神曾经怎么样 借由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替我们死的救恩 饶恕了我们这个人 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饶恕 那伤害我们的人 更何况你常常以为你是约瑟 雪岭 搞不好你是尤大 长虹 你可能是西勉我觉得 旁边不要笑 你们是流便 真的 我们常常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但很可能我们是不是 我们可能是假害者 因此我们生命需要被神怎么样 来怜悯 来抑制 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阿们 奉耶稣一名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因为你看见 耶稣在别人生命中 做的伟大改变的工作 而使你相信 神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也可以改变我们 也可以改变那些我们认为 不可能改变生命的人的生命 阿们 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些黑名单 退货名单 就是你认为这些人不可能改变了 叫剪角名单 剪角就无效 可把这名单撕掉吗 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顺心不要笑 你以前就是这名单排行前三强 都可以改变 还神不能改变 感谢主 看到你改变 我都觉得这世界有盼望 非常感恩 最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问题 我想这次每个人看约瑟 因为有很多生命的投入 因为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他最有感觉是 爸爸好疼爱这个小儿子 给他做了一件彩衣 有没有 有人可能会想起来 他以前小时候 怎么样被人家忌妒 被人家说坏话 被人家陷害 有没有 有人可能会想到怎么样 这个他被人家逼迫 然后被人家侮赖 然后这个九正被放出去之后 忘恩负义 竟然又让约瑟在黑牢里面 待了两年 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个 对不对 有人可能怎么样 喜欢约瑟的故事 因为说怎么样 他终于怎么样 出来了 人生翻盘 还当了宰相 你懂意思吗 我们可能对这个约瑟的故事 有很多不同的期待 或是很多不同的角度 但是到底约瑟是怎么看自己 我想这才是重点 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说什么 他说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在这个预备信息过程当中 看很多解经书 很多犹太人的拉比 解经真的超好玩的 也是非常超现实的 他说约瑟如何 向他的兄弟们 证明他是约瑟呢 他就叫他们进前来 然后呢 就把裤子脱下来 因为在埃及地里面 只有我们西伯来人 是受隔离的 所以就叫他兄弟们进前来 我想说他们的想象力 真的太丰富了 太丰富了 对 好了 他说呢 他们就进前来 我们把那个脱裤子 那个删掉 对 然后呢 他就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怎么样 约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现在 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自忧自恨 这是神差 我在你们 以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也为了保全大家的生命 弟兄姐妹 看戏 要看到这个程度 你才真正懂得看戏 你人生的剧本 不是别人写的 你人生的剧本 也不是自己写的 你人生的剧本 是上帝写的 那你又从上帝写的剧本里面 看出什么奥秘来 有看出什么样 上帝的美意来 我想约瑟 他不是鸵鸟心态 然后明明就是被虐待 还说 这个不会痒 不会痛 这样子 他其实真的看出来 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些安排 历练 磨练 神给的机会 哪有那么好运的 被卖到埃及的奴隶 刚好被护卫长买去 哪有那么好运的 被下到这个监狱 是下到 这个国王的监狱里面 可以遇到很多的大臣 那那么好运的 又刚好帮人家解梦 后来法老也做了一个梦 大家解不出来 就让九正想起了 有一个会解梦的约瑟 其实都是谁安排的 上帝安排 但各位 要能够看自己这样的人生 容不容易 我盼望你们有这样眼光看自己 你这样看自己的时候 保证别人说你眼睛脱窗 因为你这样看自己是不正常的看自己 但是你却看到神是这样看你的时候 你就接受对神就是这样子看我 所以我不要管别人对我的评价 我就忠心的按照神 怎么看我 怎么写我 我就去做 弟兄姐妹 不要太在意 人对你的评价 但要在意神对你的评价 因为人对你的评价会改变的 同样一个时空里面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会堂里面的人 可能每个人对我的评价也不一样 我如果要讨好你们 可能我就得罪了他们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不要得罪上帝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约瑟也不是完全人 你不要以为约瑟到这边就变圣人了 没有 他到后来他爸爸为他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 怎么样 把那个长子的继承犬 竟然祝福给他的老二依法连 约瑟怎么样 生气 约瑟对他爸爸不高兴 叫他爸爸收回成命重新祝福 约瑟也不是完全人 你懂意思吗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 约瑟怎么样看待自己 他不是从别人的眼光中看待自己 他是从神的带领里面看自己的角色 我举个例子来讲 到后来到这个第47章的时候 47章的时候 真的七年的荒年就来了 约瑟在这个荒年里面 他让所有埃及人 他们的银子 他们所有的牲畜 他们所有的田地 甚至他们自己的身体 人生自由 都卖给了法老 大部分的学者 倾向认为 约瑟时候的埃及的王朝 很可能是外族所统治的埃及王朝 就是所谓的希克所思人 他们也是从亚洲来的 游牧民主 然后他们侵略了埃及 弟兄姐妹 约瑟在那七个荒年里面的时候 是那些埃及的被统治者的百姓 来拜托约瑟把粮食卖给他们 而且认为约瑟是他们的什么 救命恩人 但弟兄姐妹 七年荒年过去之后 这些埃及人有没有忽然发现 他们失去所有一切 在47章 每日年经事宜会解释 因为希伯来字 R跟D的差别 那个R是 是远远的头 D是90度的头 两个字母的超的时候差别 47章那边也可以解释成 约瑟就使所有的百姓成为奴隶 但是这些人 他们成为奴隶的当下 是感谢约瑟的救命之恩 但七年过去之后 他们会忽然发现 他们在约瑟手中失去了一切 很可能他们对约瑟的评价会改变 弟兄姐妹们 你就可以去了解 为什么出埃及记的时候 当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就是他们把希克索人赶出去之后 埃及本地人重新建立埃及王朝的时候 他们会这么痛恨希伯来人 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来讲 约瑟他们所做的就是帮凶 约瑟他们这些 一样从亚洲来的希伯来人 为希克索人 跑腿 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夺走了 以至于他们非常讨厌希伯来人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到底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事后的以色列人 到底是该感谢约瑟 还是该埋怨约瑟呢 你觉得是哪一个 我跟你讲 讲不清楚了 讲不清楚了 单江教会资源有限 大家的青春岁月 年日也有限 对不对 而我们却把过去这十年 最重要的资源 时间跟精力 摆在建堂的事情上面 我不知道以后的你们对我的评价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下一个世代的接棒的 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的举止和决定的评价是什么 我们不能决定 我们不能预知 弟兄姐妹 甚至我们不用care 因为在时间的流动里面 人对我们的评价是会改变的 他今天看你为救命恩人 明天可能认为你是一个狗腿 他今天认为你是救星 明天可能认为你是使他们陷入一个怎么样 被埃及人欺压陷入绝境的始作俑者 人生很多事情是简不断理还乱的 我们如果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 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我们还记得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吗 我们在一个被给予的环境 被设定的条件里面 我们手中的资源跟筹码是非常少的 因此我们有机会做决定的时候 那个决定要做得非常的谨慎 那个决定所做下去的 并不是要去迎合人的看法 迎合人的掌声 而是在那时候 你需要很诚实的去面对真理 你需要很诚实的去面对上帝的呼召 评价就留给历史吧 你只要对得起当下 神对你所说的 对得起当下 神要你所做的 你只要去在乎 神对你的评价 这才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人生 这一出戏最重要的 你我不会是完人 你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也不一定会让每个人买单的 但是你我在每一个当下 所做的决定 你是否问过上帝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你是否是遵行圣灵的感动 是否是遵照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我觉得那才是约瑟 他怎么评价自己 这一出戏 这一场梦里面 给我们最深的一个提醒 我们请敬拜团上来 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谈的什么 第一 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跟条件里面 不一定是你可以决定的 应该是常常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我们都很渺小 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珍惜 你跟我可以做决定的时刻 这是我们的自由 我们在弱小 我们在贫穷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掉 我们做决定的自由安全力 阿们 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 使我们得自由了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我们准备来回应神 有没有人最近需要做重大决定的 有没有人生命里面 你知道你有一个重大决定 一直迟迟没有做的 请珍惜神给你的这个机会 请珍惜这个神让你使用 以至于能够来遵行神旨意的机会 不一定别人的评价会跟你一样 请你按着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最深的感动 请你按着那刻在你心中的经文的教导 请你按着十字架救赎的光芒 照亮你心灵深处的回应 来做出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你痛苦 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你陷入麻烦 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你成为孤独的人 不被理解的人 但你需要做这个决定 因为你的资源很少 你更需要珍惜这个决定的成本 第二个我们需要来思考 上帝怎么样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 其实很可能我们不只是约瑟 我们更可能是那个生命 会被神改变的犹大 当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改变的犹大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愿意饶恕别人的约瑟 这两个角色是一体两面的 因为我们生命中常常是 那个出卖人伤害人的始作俑者 而我们生命里面也常常是那个受到伤害 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 犹大的身份 约瑟的身份 同时交织在我们的戏 我们的梦里面 你是否愿意相信 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改变犹大 那耶稣基督也能够改变约瑟 你是否相信 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你 耶稣基督也一定能够改变 你生命中那些 你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人了 最后 你是否愿意来回应神 忠于神所托付的 忠于神要你扮演的角色 重视你在神面前的评价 重视你在神面前的护照 做一个在神面前 诚诚实实演出神给你剧本的人 向神交账 这就是神给你的评价 这就是神给你演出的目的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